罗伯逊的远台是有多变态 漂亮 真主 最新的比赛 英国锦标赛审判轮 对阵史蒂文斯 连续的破败 这场比赛罗伯逊打疯了 特别是这一局 局面很弱 黑球在哭边 并且有两颗球的话 也是相互的牵制 其他红球的位置也不是特别好 罗伯逊临时排名是18 所以需要打两轮自个散 他正在第一轮抽签是小特 这场比赛应该 有很多球迷啊 很期待 以前两人相遇的话 都是在决赛或者是半决赛 这一次在这么重要的比赛 第一轮相遇也是第一次 相信小特也是很头疼 通过这一局比赛可以看得出来 罗伯逊最硬的状态是有多好 今年刚拿过英格兰公关赛冠军 在上一次的冠中 也是杀尽了半战赛 澳洲火炮 火力确实很猛 红球都不好处理 打算打的组合 好球 他在第一局的比赛里 也是打了一个远台的组合 史蒂文斯偷看隔壁桌了 这场比赛的实力差距还是比较大 史蒂文斯是七零后 明显感觉是有点精力不足 平均回第一轮是对米尔金斯 抽签还算不错 火箭第一轮是对霍金斯 然后吴亦泽第一轮是对私家会 中国得比 两人打球的观察性都是很高 罗文迅的第一肝效果和小特差不多 目前是现役球赢里 两个人应该是最好的 这一局比赛可以看得出来 罗伯逊的状态 手感终于回来了 隔壁桌的贺国强也在看 贺国强已经晋级了 太细了 几乎全是首摆位 漂亮 两颗被带开了 能否破板 就看一下这两颗红酒的处理 还能打进 如果罗伯逊对小特能够打出这样的状态 那么第一轮的比赛 那也太刺激了 因为是自个赛 所以现场的观众不多 如果要是正赛的话 那么罗伯逊这一局的操作 现场的掌声如雷啊 这样的局面能够破板 太厉害了 期待罗伯逊能够打出最好的状态 今年已经四十多岁了 当时看起来依然是很年轻 个子很高 身材又好 一百二十五 太牛白了 罗伯逊 这局真的是澳洲火炮 火力全开呀 开始补充能量了 应该是饼干 罗伯逊经常带点吃的